陈赫日前参加节目时谈了和前任许晶的关系 他表示每人都会犯错 而他从来没有否认一些东西 不过对于影销号编造的不实内容 这让他心情很复杂 陈赫还澄清 两人也没有买水菌互相消耗对方 反之很多事情都已经放下 那个时候就是网上一大堆人开始造谣 陈赫你买水菌消耗谁 他买水菌消耗谁 但其实这些都没有 陈赫还表示 跟许晶现在都过得很好 两人是很好的朋友 私底下正常的交流都很OK 因为我跟他并没有像网上说的那样 我们还是女朋友 正常交流都OK的 何俊在节目中还提到了 前段时间张子轩写的运期日记 问陈赫是否知情 陈赫叹言之前完全不知道 在发之前还差点和张子轩吵架 他对网络比较害怕 担心日记会被人用作负面解读